把这个头部挪在上面 全身都跑在粪坑里面 把人家打死了我就不死 等着谁走了之后 我就告诉我等着谁 父亲教训叛逆儿子 一觉醒来竟发现儿子意外死亡 妻子为躲避丈夫竟整日泡在粪坑里面 这究竟是怎样奇葩的一家人 他们身上又有着哪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 那是2004年10月份的一天 一个叫石家寿的中年男子 走进贵州省四南县一家派出所的户籍科 来给自己13岁的大儿子销户口 当被民警问起孩子的死亡原因和死亡证明时 石家寿神情慌张的说 自己儿子是在上山砍柴时失足摔死的 当天的早上就已经入葬了 从这位男子极不自然的表情和漏洞百出的回答 民警随即判断事情定有蹊跷 随后就跟随着石家寿来到埋葬孩子尸体的地方 当孩子的尸体出现在众人面前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阵唏嘘 尸体表面布满了条状的青子血印 经现场法医检查判断 这是孩子在生前曾遭遇了长时间被鞭子之类的东西抽打所致的 现场民警立即就对孩子的父亲石家寿进行了控制 最终在民警严厉的训练下 石家寿承认了自己年仅13岁的儿子正是被他亲手害死的 十岁看见你 看到十多岁 确实我一背了他的两天 他一直当中 他一身之中 确实我一身 会给人家一身的法 实际没有后悔 对于自己打死儿子的最终原因 石家寿给出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解的理由 他说这一切的诱因都是因为他的妻子 石家寿与妻子结婚了十多年 感情一直都很好 两人一共育有三个儿子 可是在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 这个家庭却遭遇了一次让人难以接受的意外 石家寿记得那是一天晚上的深夜 睡梦中的妻子突然发起了高烧 身体不停的发着抖 石家寿开始认为这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天色已经这么晚了 村上的诊所也早就关了没 他就给妻子灌了些热水后继续睡了 可是还没等天亮起来 迷迷灯灯的石家寿就发现 妻子已经不在床上了 等他匆匆起床后来到街上看到的一幕场景 让他瞬间觉得在自己的脑后 如同响起了一声炸了一板 双耳嗡鸣 整个眼前天旋地转起来 看到妻子异常举动的那一刻 石家寿埋藏在心里十余年的那颗定时炸弹 一下子就炸开了 那是在石家寿结婚前的时候 他的家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 石家寿家里一共兄弟三个 他是家里的老二 那一年他的哥哥和弟弟因为犯了罪 被抓去监狱服刑 在当时身背着两个劳改犯兄弟的名声 和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状况 让石家寿的婚事成了难题 根本没有媒人来给石家寿说亲 更没有哪家的姑娘愿意主动嫁给这样的家庭 最后没有办法 石家寿的父母又是找妻姐又是脱关系 最后在路途遥远的外乡 给石家寿说来了一个叫贵方的姑娘 不过当时石家寿对这门亲事是百般的不愿意 因为这个叫贵方的女人有精神病的家族史 不过最终在父母的劝说和权衡之后 这门亲事还是结成了 婚后的贵方也一直都是贤惠持家 并没有异常的表现 几年以后石家寿也渐渐的忘了这件事情 而如今看着不远处眼神直愣 动作怪异的妻子 石家寿一下就觉得 全都完了 因为那些躲在墙根处指指点点的邻居们 用不了半天的时间 就会将贵方发病的消息传遍整个村子 就像自己的兄弟当年被抓的那次一样 他赶紧冲到妻子的跟前 脸上挤着难以形容的尴尬表情 半拖半拉的将贵方带回了家 好在贵方的病是间歇性的 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但是一发起病来 满大街的跑就是不回家 每一次都是被石家寿粗鲁的 甚至有些暴力的带回家 不过时间一长 贵方就发现了 只要跳进村里的一处粪坑 石家寿就拿他没有办法 后来每次犯了病 为了躲避石家寿的抓捕 贵方就会直接跳进粪坑里 把这个特务部挪在上面 全身都跑到坟坑里面 下雪天都是这二个坟坑的附近 随着贵方的病情越来越重 石家寿才意识到家里的每一个人 竟然都生活在了一种无形的危险之中 有一次出去打联工的石家寿 刚回到自家的院子里 就听到小儿子异常凄惨的哭叫 当他快步进屋后 一幕毛骨悚然的画面出现在了眼前 贵方坐在一个矮灯 还不到一岁的小儿子 另一只手拿着正在滴血的剪刀 而小儿子的脸上已经有了好几处 不断往外流着血的伤口 石家寿立马夺过了贵方手里的剪刀 扔出了门外 随后就将小儿子送去了医院 还有一次犯了病的贵方 端着一碗刺鼻的汤药 让石家寿喝 石家寿分辨出是农药的味道后 立马就大声的责骂起来 等到事后石家寿才知道 原来贵方无意间听到过石家寿说 自己感冒了需要喝药 而犯了病的贵方根本分不清是喝哪种药 从那以后 石家寿在外面打联工的工作也不去了 专程在家里照顾两个小儿子和患了病的妻子 对于已经13岁的大儿子反倒是有些疏忽了 直到有一天 一个邻居骂骂咧咧的找上梅 说石家寿的大儿子偷了他家的鸡蛋 虽然大儿子直到最后都没有承认 石家寿还是当着那个邻居的面 狠狠的教训了大儿子一对 因为石家寿对于偷这个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在他的心里 小偷甚至比杀人放火的罪犯还要可恨 正是因为偷他的两个兄弟才被判刑十年 他们一家才成为了全村人的校团 他才娶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妻子 让他的家庭沦为了现在的窘境 所以他严厉的告诫了大儿子 如果再有下一次 打得更狠 随着从那以后 来找石家寿告状的邻居却越来越多 面对着这个邻居叛逆期的孩子 石家寿也并没有任何更好的教育方法 只是一次比一次教训的更加严重 而这个孩子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一次 直到有一天 一个邻居拎着大儿子的厚薄领 气冲冲的就找到石家寿 说着孩子偷了他家的钱 被他撞了个正巧 一边说着就把另一只手摊开了 给石家寿看 那手里是皱巴巴的几块钱 邻居说是在孩子的兜里翻出来的 随后扔下了几句难听的话 就气冲冲的走了 石家寿盯着眼前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不停地喘着粗气 接着就闯进屋子里 拿出了一根拇指粗气的麻绳 一心想用暴力让儿子屈服的石家寿 却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仅13岁的孩子竟然没有丝毫的屈服 反倒是一边嚎啕着一边恶狠狠的盯着父亲说 打不死我 等你睡着了 我弄死你 这句话算是彻底激怒了石家寿 他又狠狠的抽了几鞭子之后 就进到了屋子里去哄另外两个儿子睡觉 把大儿子独自一人绑在外面反省 可是直到天已经蒙蒙亮了 石家寿才猛的一下惊醒了过来 一时间不知所措的石家寿草草草地掩埋了大儿子的尸体 中午的时候又谎称孩子失足摔死了 去往了当地派出所给大儿子销户口 最终被派出所的民警识破 为此石家寿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而在石家寿入狱服刑的两年时间 他却成为了监狱里无接见 无来信 无汇款的三无人员 石家寿也有家人彻底的失去了联系 家中年幼的两个孩子 七十多岁的母亲 和那个时常清醒 时常疯癫的妻子 成为了他最揪心的挂念 了解了石家寿的想法后 经过协调 监狱民警对石家寿的亲人组织了一次家访 再行驶了一百多公里 又徒步了近两公里的路程后 民警终于到达了石家寿的老家 哦 老板 你好 老板 你可以加一张 我们是文安监狱的 你拿块凳子出来吧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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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长君喝下来 bir boiler 爸爸乔长君喝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